我能夠救你 我一定救 就是 我一定盡我最大的努力 我會跟你講 除非是你自己不要 但是我要把所有說 對你最好 我認為最好的 我一定要告訴你 你努力 你很關心它 還是會有人知道 對 就是 大家都覺得社會上好像很多東西很無情 但是其實還是有很多很有情的角落 我說你對你自己的人生負責就好了 你仔細想一想你以後要過哪樣的人生 你現在就做多少的努力就好了 就從現在開始照顧你自己的身體健康 從現在開始照顧你自己的家的 照顧你父母的身體健康 照顧你太太的身體健康 照顧你小孩的身體健康 重點是你也要照顧自己的身體健康 人生本來就沒有什麼十全十美的事情 這些壓力其實扛過了就扛過了 我覺得既然我做這件事情是有意義的 那就繼續做 你要說完全的沒有後悔 就是騙你的 但是你讓我再選一次我會走 有個角色叫做薛神醫 它就是裡面一個神醫 它的綽號我到現在都聽了就很振奮 它的綽號叫炎王笛 就告訴你說 它就是只要我想救的人 連炎王都帶不走 希望有一天就是 就是我可以跟我病人講一句話說 你只要來看我 你想死都很難 江醫師好 正在拜讀你的一天一鼎 其實我已經看了不只一次了 就覺得非常非常地有幫助 它的內容很專業 但是沒有很多的閱讀障礙 對一般讀者來說很不容易 你從開始寫這本書發想到完成 大概花了多久時間 其實這本書大概花了我一年半的時間 我的意思是說 從我有寫書這個念頭 到它寫出來大概一年半 但是寫這本書大概花了我五個月的時間 其實第一次有出版社來找我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跟他們的編輯見面 就談了一下說大概寫哪些書 他一開始叫我寫的書 是比較偏向於大眾的健康類 他想叫我寫類似一萬個為什麼 他又問我說 那你如果不寫一萬個為什麼的話 你可以寫一些像你的專科 像乳癌 你可以寫一寫 未來也可以寫寫 其實跟那一步出來的時候 講了半天也不知道要寫什麼 一直到後來的時候 就是一個比較好的一些演藝圈朋友 就跟我說 你還是要有一個作品在 他說書是你的明信片 對 所以我就那時候想說 我就開始認真思考說 我要寫一本書 可是這就來了 主題到底要寫什麼 因為那時候他的朋友是時報的編輯 他就說 那我們就跟編輯談談看 一開始他們就跟我說 第一部還是要再商言商 為什麼 他們說你在網路上推廣那麼多 又D的那個訊息 然後 有人看了你這篇文章 你寫了一部分 然後又看了一篇文章 又寫了一部分 你為什麼不把這些東西 集合在一起 然後在中間加你自己的話 把它串在一起 讓人家完整的了解D 他講這句話之後 我才想說 其實我真的考慮很久 因為其實我是從上媒體之後 我一直很怕被人家 把D這個東西拿來商業化 後來他們講了一句話說服我 然後同學也跟我說 這個社會 你做什麼事情 不會被人家扣帽子的 沒關係 他就問我說 沒關係 他說你只要你心裡面 沒有這個想法 久了人家就知道了 他就問我說 你覺得這個D的觀念如果出去了 對人的 對我們這些大家的照顧是好還是 對大家的身體是好還是不好 我說當然是好的 他說那你就不要怕 你就不要怕 你就把這事情講出來 對 後來就決定要寫這本書 看起來效率是很快的 從發想到完成 大概一年半 從你開始寫第一個字 到最後副子出版 差不多四五個月的時間 這中間過程沒有大家看到那麼簡單 因為你又修了又改 改了又修 對 你必須要去修改的包括了 醫學專業的名詞 不能太監測 對 包括了你的譴詞用字 對 也不能夠太有距離 對 你有沒有算過你這樣修修改改幾遍 其實我覺得改最多是前三篇 對 前三篇最少寫過十遍以上 我試寫第一篇的時候 我自己唸了兩遍 我就把它撕掉 想說這什麼東西 寫成論文 對 不是我就覺得說 沒有人看得懂 我寫完第一篇的時候 我就給我太太讀 第一篇的時候 她就說你在寫什麼 看不懂 結果她這幾年 在我的熏陶之下 她對第四位 她說連我都看不懂你在寫什麼 你這樣可以嗎 對 之後我就一直在改 一直在改 身為一個讀者 我的確覺得很有幫助 尤其是我們並不是所謂的 有醫學相關知識或背景的人 會更覺得是很親近這本書 張醫師是外科醫師 你其實有很多的領域可以研究 你當初為什麼會去選擇 研究維他命D呢 我記得好像是組織系 第四年 第四年的時候出國的 那時候就是 醫院突然說 那個科裡面還是要有人出國去 學習新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 科主人就問我說 你是科內最年輕的 就你去啦 你總不能叫我們這些老婆婆去吧 我們都已經幾十歲了 你叫我們去 他說就你啊 就你啊 他真的是運氣真的很巧 因為我在林口有一個 異師異友的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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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葉俊男醫師 他有一次問我說 江文學你找到你要出國 去哪裡有沒有 我說鬼 我怎麼知道要去哪裡 我不知道啊 他說我跟你講 剛好有一個 林口有一個教授 他是台灣人 他去美國四十年了 他來我們這邊演講 他看到那個題目寫 維他命D跟前列腺 還有甘癌的關係 他說 這個很奇怪 因為那時候對我們來講 維他命D跟癌症 是一點點相關性都沒有 他說 既然人家講這個題目 好像滿有趣的 好像他 據他講說 維他命D可以看 他說你要不要來聽聽看 如果聽得不錯的話 你要不要去 就是他結束的時候 你就去問他說 可不可以去他實驗室問看 他說反正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英文也不好 他說 反正在台灣他會講中文 其實他可以用中文 可以跟他溝通 就比較不會害怕 我聽得也是滿有道理的 一開始去波士頓的時候 進到實驗室的第一步 前兩個月 我只能說 我的感覺就是失望 再失望 然後最差的行動 就是無比的失望 然後 後來是 有一陣子甚至是絕望 每天我就坐在那邊看 我就在等他叫我要幹嘛 我想說 我接下來要做的時間 應該是無比的艱難 然後他會帶著我 好像 就是探討一些人 就是 就是 最奧秘的東西 但是我去了那七天 他每天早上 都只有跟我講一句話 就Good morning 就沒有了 我每天都看他那個大概十秒 就Good morning 就沒有了 我就想說 到底 那我這邊到底在幹嘛 對 後來我實在忍不住 我就去問他說 欸教授那我下一步 要做什麼 就去他辦公室找他說 下一步那我 我這邊來這邊已經十天了 那我這邊要做什麼 他說 喔 你還沒想到你要做什麼 喔 那時候我就很想 把拳頭舉起來打人了 你知道嗎 欸 我 我來這邊不是你 應該你已經想好 要我做什麼 你叫我來嗎 他就說 他竟然是問我說 我想要做什麼 我當然是想要做實驗 我想要做什麼 結果他說 我就問教授說 那 那 不是應該有一個 大概的方向嗎 他說 方向就是維他命D 我們這個lab都是做維他命D的 他說你就自己去讀論文吧 你讀完論文之後 你再跟我討論要做什麼 被他一講一講之後 我又不敢講說 哇塞 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我又不能跟他講說 你在講什麼 是因為你要跟我講要做什麼 怎麼是 我去圖錄文之後跟你講要做什麼 那他這樣講我也沒辦法 我只好去每天就在那邊看錄文 看錄文 看錄文 然後每天去找他討論 每天去找他討論 結果我發現 這樣子努力了幾個月之後 我覺得還是有差別的 就是 其實我才很想要告訴大家 講說 每一個人在做事情的時候 如果你只是一直在plan 沒有開始督傷心的時候 你永遠都踏不出那一步 可是 當你就是 被逼著 人家拿刀子 掛在你脖子上的時候 就是 開始做 你真的去做的時候 連我這種對於基礎研究 超級門外漢 我都可以踏進去 我真的就找到一些 然後去跟他討論 終於再去到 美國的第八個月 我把我的第一篇論 做出來了 所以那時候心裡面 是無比的成就感 是無比的成就感 所以我才只是想告訴大家說 再怎麼樣困難的事情 你想 你永遠都會覺得 那個事情是遙不可及的 可是只要你開始做下去 就真的開始會有一點沒用 看起來好像也平步清雲 你當上了外科醫師 去了美國回來 然後開始有了一些成就 可是在這個 所謂的行醫之路上 有沒有曾經讓你覺得 是比較挫折 甚至於是想要放棄的階段 其實你問一個外科醫師說 他心裡有沒有挫折 一定是醫咎啦 一定是醫咎 是最挫折的事情 對 我一開始當主治醫師 滿腔的熱血 覺得 病人來我就是想辦法 要幫你醫好 對想辦法幫你醫好 結果 聽到了幾次 大家要的都是錢 根本沒有人在care他的家屬 沒有幾個人 只要一出事 就是錢 根本沒有幾個人想要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醫生到底 對這個病人做了什麼 這個事情真的跟你有相關嗎 沒有要聽我講這個 而且 後來開了幾次協調會 就是在外面開了協調會 我一個人面對二三十個家屬 對我就是全部的指責 都是一直在罵 而且你不管講什麼都沒有要聽 大家都一直在罵你 一直在罵你 所以那有一陣子我對 我就有點沮喪 我都想說 好啊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大家以後就這樣子 就變得 開始有點防衛醫療 就是 我要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講清楚 你生死狀先簽完 家屬來跟我簽 說你都知道了 可能會怎麼樣 就變得 凡事變得一板一眼 醫療變得 我有幾年的醫療變得冷冰冰的 我這樣子做了幾年之後 我 就是我遇到一個病人 他還是讓我改觀很多 讓我從事一點點對醫療的熱情 就是有一個賣魚的那個老闆 他不小心得到了感染 他還是在外院做超應 不過不小心掃出來腫瘤 跑來找我開刀 一來就說 江醫師我得到肝癌 要開刀 我想說這病人還真好 還自己把診斷講出來 一般來講是說 我哪裡不舒服 然後我開始找 我也很好奇嘛 我當時幫他排開刀 當時我宣問他 我就宣問他說 你為什麼會來找我啊 他說就是我們家樓上的神明說 要來找你 他說他還去查了 我們醫院的外科醫師的名字 列出來 一個一個丟 全部都丟不成 只有丟到我 就丟到你 馬上就三個生非 所以他也沒有任何的猶豫 就跑來找我開刀 他說這是神明之事 對 那開刀到時候 其實他中間 其實他都知道 肝癌是會一直復發的 所以他光是手術 就做過五六次 中間他就反覆地 一直在復發 其實在中間有一段時間 他復發的比較多的時候 有沒有 我有問他說 我說 其實 我說我有跟他講 我跟他講得很明 我說我對我自己的藝術 很有知識 但是我覺得 你在我這邊的話 下去的話 我覺得你在過幾年 應該是沒辦法控制 會死 我就直接跟他講 我說你要不要考慮去台大 因為我們到底不是醫學中心 對 你要不要去那邊走走看 去那邊晃一圈 他就直接跟我講說不用 他說 其實 其實 他就跟我說不用 跟我說 但是其實從 剛開始給你開刀的時候 是神明指示的 當然我很相信神明 我不是信你 他直接跟我講我不是信你 我是信神明 我是信我家的那個神明 所以我來找你開刀 但是這幾年你對我的照顧 愛或者什麼照顧我 他說我早就跟你講 就算神明叫我換醫院 我也不會走了 就算我家的神 你再跟我說什麼什麼 你現在可能要去台大 我也不會走了 他說 我早就在心裡面告訴我自己 就是 雖然有一天我要死了 我也希望我的主之醫師就是你 你可以就是陪完做 最後一程就好了 他說 我只有對你有個要求 如果假設我有一天 真的到那個地步了 你不要讓我痛好不好 對 你就不要讓我痛就好了 對啊 一直到後來他情況真的開始變差的時候 有一天他就真的在家屬裡面 就是就真的過世的時候 他死亡的時候其實很平靜 我站在那邊 他的兒子女兒也都在旁邊 我們四個瞧起來 就圍在他那邊 後來他爸爸就是真的就是 看到信念圖停掉的時候 然後我們開始收拾的時候 他的家屬排一排就跟我鞠躬 就說很感謝照顧我 他整個就很拭伏 我在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開始重拾對醫學的熱情 因為我知道說 你努力 你很關心他 還是會有人知道 對 就是 大家都覺得社會上 好像很多東西很無情 但是其實還是有很多 很有情的角落 對啊 等到你自己把心放開的時候 其實 人家還是感受得到的 所以從那個時候 我開始想到說 我封閉的那一兩年真的不對 封閉的那一兩年就不對 就是 讓我自己感受到說 我又恢復到以前的熱情 反正凡事我就以病人 對 我有優先考量 如果你家屬不好 反正我 我面對的 我不是說我不用對家屬負責 我說 病人本身 才是我最該care的東西 我會盡力把我手上最好的東西 都給那個病人 那如果你家屬真的不能 不諒解怎麼樣 那我們就再說 台灣有一個很奇怪的觀念就是 只要你幫他開刀了 他就會覺得說 什麼責任都在你身上 只要他被你開過刀 他就覺得說 就要找那個開刀的醫師 不管他的問題 跟開刀有沒有相關性 所以有的醫師就會覺得說 這個刀太危險 我如果開下去 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現在我不會說 我會跟他講得很清楚說 你開十個 這種病人開十個 只有一個會活 但是不開十個都死掉了 你要不要開 你要開我幫你 先讓我們來做 我不會怕後面的麻煩 後面的麻煩 因為我覺得 我當個醫生 能夠做的事情就是 我給每一個 因為我認為每一個 會碰到我的病人 他都是跟我有緣的人 跟我有緣的人 既然你會碰到我 不管今天你是特地來找我 還是因為我值班 你在計程師遇到我 那就是你跟我的緣分 我能夠救你 我一定救 就是我一定救 我對他努力 我會跟你講 除非是你自己不要 但是我要把所有說 對你最好 我認為最好的 我一定要告訴你 所以後續會產生什麼疫情 我不會怕 現在我是不會怕的 其實聽張醫師講 你過去自己 親身的這些故事經歷 還有陳述一些 你自己的一個心情轉折 你覺得自己 在不斷的幾年當中 去修正你的態度 心態 面對病人 或面對醫學的態度 甚至於包括了 做研究這條路 跟你天生的感性 有沒有關係 其實我不曉得 我算不算一個感性的人 但是 其實在我還沒當醫生之前 有時候 像有時候我在 以前我國中高中 在家裡跟我媽媽看連續劇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 或是跟我姐姐看連續劇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劇情 稍微比較 狗血一點點 我看到我媽媽 我姐姐 我哥哥在旁邊還在笑 可是我就開始哭了 可是你知道嗎 我覺得很丟臉 我不讓他們知道 我就會 去旁邊這樣子 很容易感動 對對對 也許這是天生的 因為我很容易就是 會被一些 小事情感動 像現在也是一樣 就是 現在我手上有 非常非常多的癌症病患 而且其實 每一個癌症病患的故事 背後的故事 都不一樣 如果你願意用心聽聽的話 其實有很多很可能的人 在你很不如意的時候 我有時候就去想想看我的病人 我覺得我吃的苦 跟他們比起來 是能看 就是 根本就差了十萬八千里 所以我常常在講 我每次在 有些人說我很會安慰人 我說不是我很會安慰你 是你遇到的苦 跟我看到的苦 那些比起來太好笑 我隨便講一個給你聽 你就知道人家比你苦一百倍 之前有個那個 那個病人他乳癌 然後看完刀之後 恢復的其實還不錯 可是不曉得為什麼 第三年就腦轉移 就很奇怪 第三年就腦轉移了 然後他那時候就很 他很樂觀 他還是繼續那個 其實他先生也對他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每次回診都在 結果後來他 其實他腦轉移還控得很好 然後變成半年回診一次 結果有一次回診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先生不在了 就是今天怎麼沒來 我開始也沒有講什麼 我想說人家有事 對不對 結果他連續兩三次回診他都不在 我就實在是受不了 我就問他說 那個誰誰誰怎麼最近沒有來 還是有事 結果他先生 上上個月在某一家醫學中心 一戰還死掉了 所以才說 這社會上有多少人 正在面臨這些東西 我想說如果設身處定 你是那個人 你受得了嗎 對啊 那我們還有什麼資格 叫說你遇到一點點事情 你就在那邊講說 他怎麼上電這麼不公平 怎麼這麼一大堆 你想到這些人 你就會知道說 沒有什麼好不公平的 你想要他 他才不是不公平嗎 我沒有什麼好不公平的 所以讓我對很多事情都覺得 像我現在自己面對很多事情 都可以一笑之之 那醫師長 讓我覺得滿感動的 就是歷經這麼多事情 其實你沒有改變你的熱情 對生命 對人的關懷的這個本性 當初你曾經提到說 你勵志學醫 其實跟你父親是有點關係 我父親是一個國小老師 我媽媽其實只有小學畢業 他其實就是 其實我們那時候的家境 並沒有那麼好 因為那時候國小老師的待遇 也並不是很好 我們家有三個小孩 我哥哥要念書 我姐姐要念書 我也要念書 所以我爸我媽幾乎是一直在工作的 我媽媽有在家裡面 接一些家庭的東西來做 我爸除了白天上晚課之外 他晚上還要回去幫忙 所以可能是因為太來落的關係 他身體剛開始的時候並不好 我奶奶就去幫他廟裡面 求了一碟的福轉 我奶奶那天有一天 就把我叫出去說 這個你把它燒在水裡面 我那時候不找他燒在幹嘛 我就把福水劃在那個 他就說燒一燒丟進去 然後我就看我爸裝水 來喝來喝來喝 其實那一幕我就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自己來當醫生好了 也許就可以照顧我爸爸 就可以照顧很多的家人 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萌生 要當醫生的念頭 不過這當中葉你曾經提到過 其實在你的求學當中 因為很用功 功課也很好 也是你爸爸 扮演很重要角色 就是他半夜要起來 叫你讀書 國中是這樣 高中他也這樣子的陪伴你嗎 應該是這樣講 那個國中的時候我有個怪病 就是我學校回到放學回家 大概都六七點 吃完的時候 讀書讀到八九點我就要睡覺 因為我覺得國中這樣念到九點的時候 連續讀書就十個小時 我覺得很累 我只要念到半夜三點鐘起床 起床之後再看到念到天亮 然後再去上學 我就習慣是這樣子 但是你知道嗎 三點鐘我常常都起不太來 那我爸每次都跟我說 那你先去睡 沒關係三點鐘我會叫你 事實上我爸他自己 他可能晚上他可能要做其他事情 因為那時候我們讀四季學校 那個學費很重 壓力很重 他可能要忙到十一點多 十二點他才睡覺 睡不到三個小時他叫我起床 然後他再回去睡 他再回去睡 然後一直打斷他的睡眠 所以其實 其實那個時候的我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我只覺得說就是這樣 爸爸就是這樣 我覺得最有感覺是就是 真的等自己為人父母之後 去想到這一 張醫師真的很感情 沒關係我們平復一下情緒 好點了嗎 張醫師講話很幽默 可是你的心真的很柔軟 因為我就覺得爸爸真的很辛苦 就是這幾年他就 其實我當我開始有點懂事 國中開始有點懂事 一直到高中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看我爸爸休息過 我就一直在工作 一直在工作 因為學費的壓力真的很重 那我高中的大學時候也是這樣 也是 就是考到醫學院的第一年 就是在填資源的時候 我有猶豫 就是 努力了這麼久的目標 結果到要填資源的時候 我竟然會猶豫 我就是想到錢的事情 我記得那時候我爸跟我講一句話 我跟他提到這件事情 我跟他講說 你這個學費好像有一點貴 他很少罵我 他那次就罵我 他說這是你關心的事情 不管你什麼事 對啊 所以 就會覺得說 真的錢他很多 父親真的是這一路上 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後盾 那我們聊點輕鬆一點的吧 那後來爸爸的 頭暈好了沒有 其實現在好很多了 其實後來自己知道也是很好笑 就覺得說 其實就是一些過度勞累 治癒神經失調 不過前一陣子 又讓我害怕了好大一次 那一次就是 因為我爸是一個很能忍的人 他自己再不舒服的人 他絕對不會跟我講的 就那一天他 就竟然自己賴我 他跟我說 他肚子有一點不舒服 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我說你怎樣不舒服 他說沒有 就好幾天比我大便 肚子有兩個 我說你去看醫生有沒有 他說他去外面有拿一些蟹藥才吃的 其實我那時候聽完這句話 我覺得有一點點的奇怪 我想說 聽起來沒什麼事 你怎麼會跟我講 你怎麼會跟我講 跟我認識的我爸不一樣 我覺得不大可能 就那天我剛好要去電視台錄 就錄影到中間一半的時候 就是手機就是關的電影在那邊 不能不能看 然後錄影中間的空檔的時候 我就幫他 他竟然又傳訊息給我說 他現在可以來 基隆長康的急診室嗎 我那時候聽了我就知道不大對勁 他怎麼可能跟我講這句話 就想他一做的時候 我就快瘋掉 那一條道理切完之後 我第一感覺 不會把大腸癌 我第二感覺是大腸癌 他當然要做大腸癌 但是那時候我看到片子的時候 我家人全部都在問我說 什麼病 什麼病 都是這樣子嗎 我都不講話 全部人只有我知道很嚴重 我媽媽那些啊 我哥他們 我都不跟他們講 我就說等我檢查完再說 但是只有我自己 心裡面提到在想說 怎麼那麼想打腸癌 那天晚上 就只有我跟我爸睡在那個病房上面 我就睡在旁邊 那個小小的那個區域的地方 其實那整個晚上也是無眠 因為我看他起來七八趟 可是我都要假裝我睡得很好 對啊 我就最後好在隔天就 做大腸癌就真的沒事 真的是被大便塞住了 所以就拼拼的罵他說 神經病喔 因為他很喜歡去種菜 他現在老了 他退休的時候 他就很喜歡去種菜 整天都在菜園 菜園的時候 有時候水又喝太少 造成他大便就很乾 腸道太乾 對 腸道太乾 就很少喝水嘛 我爸現在就是很固執啊 他說這次他就比較學乖 他自己這次也是嚇倒了 其實這幾年 比較有一點名氣之後 其實跟幾個很多的好朋友聊過天 他們第一句話都問我說 你厚不厚魂 就是你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會莫名其妙多了很多 你根本不認識的敵人 對 我跟你都沒什麼關係 你仇視我幹嘛 類似這種事情都很多 然後你現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人家都會拿放大鏡檢視你 就是這樣子嘛 你做每件事情都要比人家加倍小心 你要說完全的沒有後悔 就是騙你的 但是你讓我再選一次 我會走 支持我走這條路最大的原因 絕對不是因為這條路帶給我什麼東西 這條路我會走這條路是因為 現在我的父母 他們雖然沒有講 但是從他們周圍的親戚 從我的鄰居 每次都在他們面前誇獎 他的兒子的時候 說你兒子就是電視上那個那個那個的時候 他們覺得很驕傲 我說這樣就可以了 到了今天 自己現在的這個現況的階段 有很多的不由自主 或者是因為客觀環境的一個轉折 然後變成了今天的這個樣子 自曉得這個意外的人生 你剛剛講的其實並不後悔 對 但是對你的家人 有沒有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覺得我比較對不起的是我女兒 就是 像以她上國中而言的話 或是在那個國小而言的話 就是 我太太都說 不大希望別人知道她爸爸是我 不大希望別人知道她爸爸是我 因為 怕別人用一些有色的眼光來對待她 我每次跟我女兒講 我說我絕對不會逼你考第一名 我說你不要給我考到後面去 就好 我說你就是中間這樣就好了 這樣子 該學的東西都要會 都要 都就是學會 但是你不用跟你爸爸一樣 整天在走 我說我絕對不會比你 你想做什麼就是什麼 我說你都要對自己的人生負責 我就直接跟她講 我說你 不是所有的什麼 你功課多好 你將來就一定會多有出席 不是這樣子 我說你現在學的只是一些 我說我希望你學的是思考的模式 你以後出了社會 你遇到自己什麼解決 你不用說一定要去擠他 他擠什麼 我說你對你自己的人生負責就好了 你仔細想一想 你以後要過哪樣的人生 你現在就做多少的努力就好了 我不需要你讀書讀得多好 來彰顯你老爸多厲害 或者是說你去學一大堆的樂器 你去一大堆才藝 你在上面表演給大家看 然後全部人知道你是江國軍女兒 然後讓人家知道說江國軍多會教女兒 我說你都不用 我說你不用用你的成就來 讓我覺得很驕傲 我說你是我女兒 我就已經很驕傲了 這樣就OK了 女兒其實你不想給她 有一個明依爸爸的壓力 但是她自己本身呢 因為至少我看過你 曾經在直播講的一些故事 還蠻可愛的 包括說她還會主動 發表她年輕人的意見 對 而且身體力行的 還幫你經營你的 所謂臉書本司團 然後還真的幫你管理了一陣子 是 其實我覺得她一開始的時候 她並不了解 什麼叫做明依爸爸 她也不瞭解 什麼叫做有名氣的人 對 她只是因為她接觸到臉書 因為其實我以前是從來不玩臉書的 我需要臉書帳號 但我從來沒有發過言 我也幾乎一個月 不會上去點開任何一次 那是因為我女兒 開始玩臉書之後 她發現追蹤她的人太少了 她不甘願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跟我太太兩個上去 假裝就幫她 對對對 假裝follow她 然後她的一些什麼 就是她的 我的乾女兒 她的乾姐姐 通通都去幫她 就衝她 可是她覺得很無聊 她就跟我說 她就跟她媽說 欸 那我們幫爸爸開粉絲團好不好 然後她跟她的同學當管理員 這樣子 我還不是管理員 我是粉絲團 名字不是我的 但是我不是管理員 我沒有資格在裡面留言 都是她們兩個 然後那時候成立了之後 後來就是 一開始在三四百年的時候 就是人家會問一些問題 那大部分都是 回答一些很簡單的問題 她就是跟人家謝謝 或是人家說 欸 醫師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她就說謝謝你 只能回答謝謝謝謝 然後再謝謝 然後說謝謝你的誇獎 歡迎收看 結果慢慢開始不對了 因為開始有人 在問一些比較專業的問題 她就開始把問題轉給我 所以從那個時候 開始有人問專業 我真的很感謝那個 第一次問專業問題那個人 因為她讓我變成管理員 就是那個時候 我女兒終於把管理員 把我加進去 我終於可以在上面回話 之前我都 我也是跟一般人一樣 雖然是我的粉絲團 我只能看我不能回話 對 後來我就 我會變管理員 我就開始回一些那個 所以保證這個 臉書粉絲團的專業問題 是你自己回答的 全部都是我回的 其實很多事情 最後我們都很難去看 她到底是得師之間是什麼 我想在這麼多的身份當中 至少有一個師對你來說 可能是很重要的 就是時間 對 你覺得在成名了之後 不管是成為一個 大家認識的醫生 或者是作家的醫生 他壓縮到你最多 時間的是什麼部分 那這樣的情況下 你怎麼重新做你的時間分配 對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其實上節目 剛開始一個禮拜 去錄一次其實 對我來講是好玩 對我來講就是 純粹就是好玩 直到後來之後 這個證證有點 就是真的 通告越來越多 或是在一些其他活動要做的時候 真的慢慢壓縮到我的時間 但是我一直告訴自己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一個YouTube一個短片 他說一個瓶子 你先放大石頭進去 接下來你就可以放沙子 最後就可以再倒水 對 你人生就是跟這個瓶子一樣 你要有順序 所以其實現在是一樣 但是我有抓住我的重點 我的重點就是 我臨床就是 我臨床是我的重點 我醫學研究不要放 好然後 重點就是我的節目的話 我現在就是告訴自己說 父母我一定要陪 小孩子重大的時間 或是讀書我也要陪 對那剩下的時間 我才把一些 把錄影的時間擺進去 剛開始的時候 我背後承受的是 很大很大的壓力 而且又卡到一些 同儕團體 或是卡到一些外面的醫生 你今天在上面 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同儕外面做了這麼多醫生 你比較突出的時候 別人當然就會覺得說 怎麼怎麼怎麼 怎麼這樣子 所以其實就變得有點 有一陣子是裡外不討好 但是後來就是 人家跟我講的嘛 他說 我有一個好朋友跟我說 那個好朋友也是 到我現在都記憶很深刻 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時候 他其實陪我走過了 一段長的路 那時候我跟他講說 我有點萌生退役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壓力好大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可是我的朋友 什麼朋友 我們有好多朋友 因為得到癌症 因為看你的臉書 才從去振作起來 你知道嗎 我就聽了這句話 他說你不要去想太多 你就是去這樣做就好了 他說其實你默默的 其實已經幫助了很大的人 很多的人 我本來想說 病人越來越多了 我應該要增加我的開刀房時間 我應該要增加我的悶人時間 但是後來有人跟我講說 他說 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角色 他的使命不一樣 你是個醫生你繼續做沒有關係 沒有人要叫你說 因為外面的事情 要把醫生的事情停掉 沒有人要叫你這樣做 你繼續做你的醫生沒關係 但是其實外面的事情 其實你救了更多人 慢慢了解到這件事情說 原來自己在不知不覺中 已經幫到很多人了 所以我才想說 那就算啦 人生本來就沒有什麼十全十美的事情 這些壓力 其實扛過了就扛過了 我覺得 既然我做這件事情 是有意義的 那就繼續做 就是為什麼我後來把時間 分配成現在這個原因的關係 就是這樣 我寧可把多一些時間 去宣導一些正確的觀念 因為我覺得 剛開始宣導也是覺得 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因為你也不知道 其實因為一開始我在寫的事情 我不知道有這麼多人在看 我以為是我自己在上面發牢騷而已 然後得到一些小回憶 結果我沒有想到 我那個朋友跟我講的時候 我才知道無形中 已經改變了很多人的人生 所以我覺得做這件事情 是有意義的 所以才會做到現在 江醫師 不管是從你平常講話 你寫出的文字 都可以感覺到 你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那在這邊錄影也是逗著大家 哈哈大笑笑口常開 笑口常開是你的性格 但是你怎麼樣去維持你的高EQ 笑口常開 你可以在自己很煩悶的時候 也可以用一種很 揮諧輕鬆或親切的態度 去對待病患嗎 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說 像我跟病人解釋病情 家居在旁邊 我嚴重性都只講一次 第一次我去跟她講 我就跟她說 接下來幾天會有什麼狀況 接下來幾天可能會怎麼樣 我就先跟她講清楚 我第二次去查邦的時候 我就不會再跟她講這個了 我只會跟她講 今天情況沒有改變 或今天怎麼樣 我就跟她講很累喔 因為家居在旁邊都很累 我就會拍拍她說 很累喔 你覺得我們的基隆 這附近的火是什麼樣 我會跟她聊一些家常 因為病情我們都知道了 我第一季來當然也是看病情 我就跟她講說怎麼樣 可是接下來你就可以跟她 談一些日常的家常 因為沒有人可以 因為你自己做過家屬 如果醫生來都只是跟你講一些 不希望啊 這可能怎麼樣 我覺得對他們來講 那個壓力真的太大了 但是你要怎樣去維持這個心情 我覺得就是 這個時候人的心中 就要有一個信仰 我每次只要心裡面 累積到一點負面能量的時候 我就會 有點像基督教會 天主教去告解一樣 我就會上山去 跟我的心中的信仰說 就是遇到哪些事情 哪些事情 我覺得講完之後就好多了 江醫師真的是感性又理性的人 也知道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可以稍微去控制情緒 可是無論如何你現在的生活 是這麼忙的 可是科學是日新月異的 醫學 特別現在幾乎可以用一日千里 你現在還必須要每天 花多少的時間去閱讀 關於比較專業的醫學期刊 或者是研究論文 那個是你現在閱讀的主力嗎 是是是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這就是為什麼 我一直沒有放棄 手上持有研究計畫的目的 像我去拿國歌會的計畫 我們拿醫院的院內計畫的時候 他自然會逼你 因為你拿了計畫 你就要交論文 他會給你一個壓鈴 時間到你就要交這個論文出來 那你在創造 就是你在做一些研究 你在寫論文的時候 你就需要很多的data 那data人家怎麼 你怎麼知道怎麼去做這些事情 你就要補掉你們去閱讀 所以我才說 我又一直拿計畫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怕我自己鬆懈下來 江醫師畢竟是醫生 有沒有你可以推薦給一般大眾 比較具有權威性 或者是可信度的期刊 還是醫學書籍呢 那個清廷姐問的這個問題 是一個大哉問 現在Google實在是太發達了 網路上的訊息大家都知道 上面真的真的不多 或是它裡面是 就是七分真三分假 會有一些關鍵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醫學知識是日新月移的 我的見解跟另外一個醫院的見解 可能不大一樣 會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我們大方向是一樣的 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 如果今天你在網路上 搜尋到一篇文章 他的作者不是一個醫生的話 其實你就要強烈懷疑他的真實性 就是到底有多高 那其實我很推薦就是說 如果比如說今天你是糖尿病的病患 你想要多知道一點糖尿病的資訊 最正確的是去到糖尿病協會 你去那個協會裡面 找他們的衛教文章 那個是經過學會審查的 除了是醫生寫的之外 他還會有很資深的醫生 幫你看過一次 那個可信度正確性都會比較高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的那個衛生署 或那個健保局 那個衛生署的地方 那裡面也有很多的衛教文章 你想要知道這些什麼 比如說我被咬了 我到底要不要打不上風 你去裡面打那些關鍵字 它裡面都有很正確的文章 都是一些很好很專業的衛教文章 而且它都會分專業版跟平民版 那些東西才是比較正確的 不要去什麼什麼Google 一個病 然後跳出來第一個 最多人點就點那個 那個常常那只是 它可能只是標題很炫 大家都點它 廣告費一下的全都 對啊 它只是這樣子而已 那個真的不好 對 這樣子一整天下來 醒著眼睛張開了之後 不管接觸人還是讀的書 都是跟醫學有關的 有沒有一些跟醫學無關的 可以去調劑你的呢 其實我很喜歡看一些網路小說 我在以前 為什麼我其實 我以前的月格習慣是非常非常好的 以前我爸是學校的老師 我國小一二三年級的時候 因為是低年級生 所以學校都只讀半天 可是半天之後 我沒辦法回家 因為我家裡學校有點遠 因為我爸說 那我要去圖書館 那爸爸是老師 他有點便利嘛 就鑰匙就給我 我就去 我就每天在圖書館裡面 拼命地讀 所有什麼什麼 如另外 以前喜歡看同樣故事 我喜歡看歷史小說 所以三國演藝 我看了最少有一百遍 而且各種版本的三國演藝 我都看過了 然後我也喜歡看武俠小說 我從國小二年級就開始看武俠小說 我也很喜歡看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對於你當醫生 或者是勵志行醫的這件事情 有過任何的關聯嗎 其實我國中的時候最喜歡看的書 是這一本天龍八部 其實我那時候其實 第一次買這本書給我看的就是我哥哥 對 他騎著摩托車去中立的書局買了一本天龍 那不是現在這一本 這本是我後來買的就是保存 其實裡面影響我最深的就是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告訴我 裡面有一個角色叫做薛神醫 那就是裡面一個神醫 他的綽號我到現在都聽了就很振奮 他的綽號叫炎王迪 就告訴你說他就是 只要我想救的人 連炎王都帶不走 所以我那時候都一直 就是這個有鼓勵到我 然後就是說為什麼我後來讀書這麼認真 然後後來為什麼我練習開到這麼認真 我就是希望有一天 就是我可以跟我病人講一句話說 你只要來看我 你想死都很難 而且還要配得下這個表情 對 這就是我的目標 就是所以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因為住院醫師的時候 就在練習開刀嘛 我那時候是日以繼夜 別人是一天可能在那邊開刀八個小時 我一天都開刀十二個小時 十六個小時 就是即使我下班了我也不走 只要有刀還沒有結束我就去看 我就會去跟 我每個組織的場所我都去跟他學 那我只想要自己成為一個 就是像那個小說上的炎王的弟弟一樣 我就是這麼厲害 你怎麼來找我的 我就是開得比別人好 就是開得比別人快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來找我的 我都會有責任感 我都覺得說 你來找我 是因為信任我嗎 那如果我不能夠把最好的給你 這樣子我覺得我對不起他 所以我才會說 我就才會 就是這個信念一直鞭策 我說不行我要讓自己更好 所以我常常回去我要念書 就是因為 我覺得念書這種 有時候不是那麼快樂的事情 有時候會讓你覺得很累很煩 我有時候也會回家覺得好想睡覺 我也想說 今天怠惰一下 今天不要念好了 今天11點去睡就好了 可是我只要想到這件事情 明天可能有病人會問我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不行耶 這個我自己都沒有到那麼的懂 最新的醫療到底在做什麼時候 我有什麼資格去讓人家詢問 就是因為有這種信念一直逼著我 所以才會養成我 每天都還是在閱讀的習慣 因為我讓自己永遠 up to day 然後我要保證每個人來找我病人 你們聽到的都是最新的醫療 就是現在我們就是這樣做 我覺得我現在還是每天在讀書 但是我讀的是活生生的 人生的書 對他們都 每個病人 真的是每個病人進來都是一堆的故事 我看過那幾個就是 事業上很有誠的病人 他拼命的因為他要應酬 所以他就很喜歡喝酒 因為要喝酒才可以去搶生意 搶到後來肝硬化 肝癌 末期的時候 一個人在病房裡面 那時候我在照顧他 我每天去查房的時候 他住在大便房裡面 旁邊有個費用 在照顧他 都沒有家人 我每次去問他 我就說 你哪裡人呢 他就說 哎呦 幹嘛 他們在這邊我又不會比較好 但是每次一到五 我去查房的時候 常常看 一個人在外面看外面的那個夕陽 或是那個什麼 一個人在那邊看 你看那個背景 你都會想要哭 孤寂 就是只有孤單 兩個字在形容而已 非常的無助 他知道自己是默契 可是他有時候還會開玩笑的 口吻會講說 會不會有一天我突然就好起來 所以心裡還是有那個感望 心裡其實他們還是想要活的 他還是想要活的 其實他真的很孤單 所以我常會跟 我常會有時候我在公開場上講 我是說 如果今天你的家人 有人得到癌磨 他可能就說 不用你們陪你們去做 你們去做你們的事情就好 我跟你講都在騙你的 他們非常需要人 他們非常的鼓勵 他們其實非常的害怕 只是不會讓你知道而已 如果你聽到我的講話 就從現在開始 care你自己的身體健康 從現在開始care你自己的家人 care你的父母的身體健康 care你的太太的身體健康 care你小孩的身體健康 重點是 你也要care自己的身體健康 大家都不要講說 早知道 我那時候就不要這樣 那時候就不要這樣 我只希望這種遺憾 少一點點就好了 你覺得長期的閱讀習慣 對於你的文筆有沒有幫助 因為我們看江醫師的書 其實是很流暢的 雖然它裡面還是 不免一定要有一些 醫學的專有名詞 但是對我們一般人來講 不會覺得那麼難以接受 你剛剛也提到 因為你不斷地在整修 可是整修的過程當中 還是需要一些功力的 對 所以我才說 就是 我看到很多人 荒廢他自己小時候的時間 我都覺得很可惜 因為我常常想 我要跟各位學子 就是各位正在求學的人 不管你現在幾歲 你是國小 還是國中還是高中 都可以 學生時代 真是增進你文筆最好的世界 因為只有學生時代 你才這麼有空 等到你出社會之後 你就很多事情 就會干擾到你的閱讀 干擾到你的學行 所以其實我很感激 其實我的爸爸 我的文筆跟他 是有絕對的關係 我記得我國小二年級的時候 你知道嗎 爸爸是學校的總務主任 難免會有一點點的小特權 學校老師就對我比較好 那時候我們學校老師 就說 那這樣子 江主任 因為我們那時候 都會有作文比賽 他說 那我準備幫你兒子 幫我們作文比賽 我們現在就開始訓練 他國小二年級 就可以去參加作文比賽 我爸當然就說好 他說好 那這樣子的話 開始以後叫江貴俊 每天寫一篇文章給我 我就這樣被他訓練了一年 被他訓練了一年 所以我才說 大家不要瞧不起小朋友的功力 小朋友如果好好學那個功力 我都覺得 就是那一年的圈寧 加上後來 後續的去參加一些作文比賽 還有我自己常常看一些 就是真正的大師寫的小說 還有那種看法 後來我再體會到一點 就是真正能夠感動人心的文字 就是 就是你要設身處地 把當下的感情寫出來 把當下的那個 你看到的東西寫出來 把你看到的 因為 你一定要讓人家 有一種深入其境的感覺 他才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好像就發生在他的眼前 對我的文筆 就是至少我有能力 用文字去表達我的心情 我想要寫一本就是 這幾年病人教我的事 和我想 和我從病人身上學到的事 我想告訴大家的事情 你面對疾病的時候 你應該用什麼心態 你會比較健康 我講的健康 不一定是你身體健康 因為 醫學有它的極限在 我可以用一些人 他們 用他們的生命 得到一些結論 來告訴你說 你不用自己去嘗試錯誤的痴跡 錯誤的最後的人生觀 因為你的生命只有一次 你結束了 也許你學會了 但是就來不及了 還有一些青年的學子 就是你可能有自從醫的人 我要告訴你說 其實醫學真的不是亂冰冰的 不是什麼事情 都是照著教科書上講說 某個病 你接下來就是要做ABCDE 不是這樣 有時候是要A C B E D 順序要改 有時候甚至只要做ABCDE A B就好了 CD不要再做了 有沒有父女會一起看的書 或者是你引導她閱讀 我覺得現在老師的教育都做得很好 他們常常會叫她去 課本裡面常常會有一些詩詞 或是一些 有些成語是來自於古代的典故 他有時候會問我 這個成語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這樣子 我就知道我機會來了 我就跟他講 我就說 這個成語是什麼意思 像那個草船借鑒 那成語什麼是草船借鑒 我就會跟他講說 那個諸葛亮 去在船上裡面弄很多草人 然後開去給草召看 草召以為上面敵人拼命的射 就借到很多鑒 然後我女兒就會說 又不是白痴 上面射的不是人都不知道 我說真的真的 我說那個是有淵源的 你如果是只有仔細看過三國演藝的話 有很多的典故的 然後我就說 那你會不會看看三國演藝 然後買一本白話版你看看 好 我跟他講說 在哪一個 我就是這樣子 就是從他學習裡面 然後他看到某些東西 他會很好奇地問我 我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去看什麼書 你就會知道說 他裡面在講什麼 很有趣很好看 所以是引導式的教育 對 因為我覺得你要現在小孩子 太有個性了 你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這個居離婦人 做得很好看 他還不理你 都是要他主動問我 我覺得都是用引導的方法 對 就是我其實還蠻慶幸上電給我一個 他真的還蠻聰慧的一個小朋友 就是他每次在問我數學的時候 他都會有一些 像我在教他一些數學 或是教他一些理化的時候 其實我對他的教育都是這樣 他每次問我問題的時候 我第一句都會問他說 那你怎麼解的 那你是怎麼想的 你講一遍我聽聽看好吧 你的算事我看一下 我女兒會有很多天馬行空的算法 我女兒講的 小姐講法有時候意想天開 可是有時候那個想法 會讓我覺得怎麼天才到這樣 還可以這樣解 連我都不知道 可是他講的確實有他的意思 所以我都會順著我女兒的話講 然後他講完之後 也許是他是對 也許他是錯 然後我就跟他講一遍 我說可是課本上會這樣教你 然後怎麼樣 其實跟你的解法是 這邊是類似的 只是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你可能就是更簡單 不用繞這樣子一圈 我相信每個人適合的思考模式 都不一樣的 對 所以我才說 我就是 我不想要抑止他任何天才的想法 我就是讓他隨性發展 讓他做他自己 然後他 當有一些疑問問我的時候 我有機會 我就會介紹他看一些書 你如果想知道這個 這邊很有趣 就是這樣子 這真的很值得天下父母來參考 那對於那些也有志 像你一樣 年紀輕輕就立志要學醫 行醫的年輕人 張醫師有沒有什麼 過來人的建議 只有一個忠告而已 我跟你說 如果你行醫的話 你以現在的醫療環境 至少在台灣而言 你如果說行醫只是為了賺錢 我勸你就是賺它 就是大概不要把立志擺最前面 你會失望 你會失望 你真的會失望 但是如果你以豐富的人生 如果你願意做一個良醫的話 我能夠保證你能夠得到一個東西 我不能夠保證你能夠得到 你會變教授 我也不能夠保證你會很有名 我也不能夠保證你會賺很多錢 但是如果你的心是想要 把每個病人都醫好 你對你的病人很好 你跟你的病人互動很好 我只能夠保證你會得到一個東西 叫做你會得到一個很豐富 很無憾的人生 因為你這一路行醫的過程 會有很多的病人 給你很多的 feedback 非常多 也許不是在你行醫的前五年 但是在你行醫的後半端 他們絕對會一直跑出來 會有很多讓你很感動的病人 很感動的家屬 一直出現在你附近 對 就是 如果你要的是豐富的人生 那就選醫是沒有錯的 謝謝蔣醫師 今天的這一番話 也讓我們覺得很豐富 也覺得很感動 好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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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